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样持续性在延续这个波段创这个反弹新高 那后续当然的话也形成这个涨多之后 这个修正一个小弧度的压回 到今天这个收盘收跌一个16点 那相对我想针对近期的一个台股 毕竟从这个上上个礼拜礼拜五 当时在8月20号 尤其说在当时我想在8月大概19号那个时间点 当天外资砍出500多亿 那甚至就是说当天指数开高走低 收在当天那个最低点 大跌个450点 那想必我想在那个阶段点 一托拉区的散户投资朋友们积极呼呼 把相关的一些筹码持股 杀在这个地板上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当时我们就基于 不管是说融资余额已经大幅度清洗出 这个杀出了282亿 那相对就是说 这个融资减的一个弧度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大阪前波这一趟拉回 这一趟拉回是拉回1395点 拉回百分比大概7.9% 那相对融资的一个减幅 都已经快接近到10%的一趟的一个减幅 那当然话到这个阶段点 我们在当时就不断不断每一天提示各位 你不要去做沙滴 绝对不要去做沙滴 那重点你要去针对相关这些持股 静待它弹生上来之后 要卖再去找卖点 要卖再去找卖点 那毕竟我想就是说 以近期这个台股 我想在一路受到这个金眼双雄 尤其说针对这个2330台积电 台积电这个一呼当关 一路做一个不断不断上攻 带动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像我老师我们在昨天之前 昨天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依然 这边希望各位不要去做沙滴 也带各位去做买进 带各位去做买进 这一趟上来之后 我们在昨天前天 今天是礼拜三 昨天前天就礼拜一礼拜二 我们就以一个实物操作面的重点 我们依然每一天 特别特别都提示各位 你要去留意一个叫做卖股 留意一个卖股 因为毕竟股票市场就是要有买有卖 高卖低卖 就如同在当时 我们带各位高卖低卖 买了之后拉高之后 你一样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那毕竟这个波段 为什么我们在昨天之前 一样特别特别花很多时间 要各位去特别特别着重在这个卖股 因为毕竟到昨天 他已经来到这个季线的一个压力区 那来到这个季线压力区 尤其说我们在昨天也跟各位做做强调 就是说像昨天这个盘式是蛮戏剧性 早盘盘中一度是大跌188点 到下午过了一点钟之后 由黑翻 那由黑翻 尤其说最后一笔 这个MSCI纪录调整 最后一笔又继续大拉 最后一笔本来在1.25分是平盘 平盘 一笔的时间 由平盘直接拉到 涨了这个93点 那毕竟 这个我想最大最大的一股力量 当然的话还是落在这个台积电 那毕竟台积电 我想在昨天盘中 一点钟之前 一样是黑盘 一点钟之后一样由黑盘翻到红 到1.25分拉了差不多4块钱 拉了4块钱 最后一笔再拉5块钱 比如说台积电昨天一天涨了9块 那9块钱极其呼呼是等于是贡献昨天 昨天这个涨了一个93点 贡献它的一个涨 所以说我想就是说 以在昨天之前 毕竟这个波段台股 这样谈上来 谈了多少 谈了1200多点 1255点 那单单一档台积电 台积电这档个股 我想在这个波段从落底 551 一路涨到昨天创高 今天也没过高 来到614块钱 等于说这一趟涨了63块 那63块钱 大概你每一台积电涨1块钱 大概贡献指数 大概贡献9.5点 9.5点 那等于说 你去这样子加总 涨了63块 大概是涨了 贡献这个指数 大概600点 那贡献指数600点 相对应 这一趟涨了 其他的 这个涨幅 大概600多点 才是由其他的 这些个股 去share出来 那所以说 我们就基于这样子的状况 我想各位 你也不要 所以你买到台积电 那其实 绝大多数的一个个股 走势 依然是极度的一个分歧 那极度分歧 所以说我们在昨天之前 一样特别特别 着重各位 你在当时低档 你会买 一样拉高之后 你无论如何 要跟着去执行 高卖的一个策略 高卖的一个策略 因为毕竟我想 除了台积电以外 其他个股 走势是极度分歧 那走势极度分歧 当然我们提供给各位 操作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依然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一样请各位 无论如何 根据讯号来执行 高卖低买的一个策略 会买也要会卖 那当然 AORUS我们就说 在昨天 一样特别是基于 就是说 在这个基缘点 一样针对我们相关 请各位可以去特别特别留意的 包括 为了说我们在昨天 8月31号 在9月1号 8月31号 等于说我们在盘后 在盘后有特别特别针对整体的一个盘式 我们就帮各位去做了一个很透彻的一个分析 那尤其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点 一样我们特别特别帮哥去锁定一些 在昨天之前 原来他的股价在这个阶段点已经经过修正 这段已经经过修正 那现阶段是位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阶 低位阶 那大家为了说 一样老化 一样针对的一些个股 当然是一样是全面性 这个阶段 由于受到这个像台积电涨价的一个效应 去干扰到的一些 IC设计这些族群个股 那毕竟这些个股 我想我们全面性 昨天陆陆续续买点 又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的话我们也全面性 都是给各位讲到前面 事先做分享 那这些个股 我想就说IC设计这些族群 包括像新唐 今年是插一档涨停 创意 九旗 这个全部都大涨 金鸿 今年是锁到涨停 盛群 领羊创新 我想这些个股 买点讯号 即将要做一个产生 那等于说 我们在昨天 一样是事先都给各位 做第一时间分享 有没有分享 我想各位你不妨 都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Telegram 去做掉一档 全面性的验证 我想只为唯有 讲在前面 讲在前面 不是说火车过了 再来吹哨哨 我想这个对各位 马后炮 我想这个是对各位帮助 一点都不大 所以我想我们针对在昨天 邦哥去做锁定 尤其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去做买进的这些相关 这些个股 我想到今天 我们邦哥去锁定这些个股 今天是全面性 全面性的一个大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个股的实际上表现状况 包括这个一样 在昨天 昨天在17点32分 我想我们就说特别针对 这个前面都是针对盘式的规划 那这个后续就说针对像IC设计 这些个股我们都有 帮哥去做到那样直接的一个点名 锁定 那当然话我们在昨天已经率先 不管是说像新唐 甚至包括像九旗 我们都已经率先做到那样带进 那配合我想在今天一样工具今天挑出来 今天这个快打短多的 转多的一档个股 这档3141的惊鸿 做这个电子标签驱动IC的这个惊鸿 今天一样立马锁住涨停 买点讯号产生在155块钱 我想这个我们全面性 一样都讲到前面 这个也一样工具今天挑出来的 这么一档快打短多的一档标的 今天我想在平盘附近 各位你依然你都还买得到 我们在昨天已经事先跟各位做分享 事先做一个分享 平盘附近也不是说一开盘就锁住涨停 你要上车你都要买 你都来不及 因为毕竟一开盘都是在平盘附近而已 后续我想到了超10点钟左右 立马锁住涨停 锁住涨停到尾盘 那针对惊鸿我想这两个股 它是一样是做这个电子的 这个货架的一个标签的 这个驱动IC一档个股 我想整体的 不管说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尤其我们在昨天这个盘后的分享 我们是特别特别一样着重各位 不是说任何一档IC设计个股 你都可以去做买进 那尤其我们在这个阶段一点 除了像我们连续这几天 从8月4号以来每一天跟各位分享的 这一档6104的做创围 创围是做这个高速传输的 IC的一家厂商 像创围今天也鎖住涨停 那毕竟这些个股 我们特别还是跟各位做强调 一定要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基本面维持机优 基本面维持机优 不管是涨价效应 缺货效应 或者是说 这个它一样缺货 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都会有一些转单的 转单的一些效应 实际性做一个延烧的这些相关个股 我想我们一样事先 给各位做锁定的一个分享 那以惊鸿 我想以这档标定 去年EPS大概1.74元 那今年单单上半年 上半年赚了2.8 赚了2.8 比去年同期已经成长4.5倍 尤其说 每一个月公布的 这个营收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我想到上个月一样是创历史新高 上个月一样 累积从1月份到7月份的一个累积 营收的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所以说我想以这两个股当时一样 我们在前几天一样有分享各位这个卖点 这个卖点在149块钱 今天买点又做产生 我想刚好也透过这张线图 我们也不断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跟各位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操作观念 毕竟股票是一段一段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已经说 它在这边都已经形成在整理 震荡 震荡 我想 卖讯产生你先卖 无论如何就先卖 因为毕竟 像金红在前一波的买点 买点在128块 128.5 那拉高到这边大概已经 拉开20几块钱的一个获利 那获利一样要请各位先 获利先换口袋 获利先换口袋 我们也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这个阶段点你还不能去做卷空 绝对不要去做卷空 卖点不是空点 卖点并不是空点 那后续为什么我们就说 透过这一档这个金红 这一档个股的一个实际上表现状况 我们也分享各位 为什么我们在每一天 特别都有针对一个操作的观念 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说 我们宁愿各位 卖错股票 买了不对 卖错股票 你都不要去报错股票 那报错股票 有时候是这个下场会很严重 就是说 该到卖点的时候 你没有去卖掉 没有去卖掉 就如同在前一波 我们在8月4号 8月5号当时 前波反弹 创高 那个时间点我们列举 每一天逐日分享的这些 不管是说像这个6104 像创委 卖讯138块半 一到你没卖 差了多少 差了四十几块 一张没买差四万几块 身份就百分比都有超过三十几% 6531的爱普 一修正多少 183块钱 这都很恐怖 一张没卖差了十八万三 你买个十张的话 183万就不见了 甚至包括像这个驱动来期 像这个敦泰 敦泰拉回超过一百块 天狱拉回超过九十一块半 我想全面性 这个是之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宁愿卖错 你都不要去做报错 不要去报错股票 那相对于就是说 卖错会有怎么样 这边当时128.5买点 149卖点 这个赚二十几块钱 相对于 卖掉之后 它又产生新的一波的一个买点 相对于我想从149块钱 今天买点是在155块 155块 你就少赚6块 减坦 我想少赚一点点 不会有任何问题 报错股票 我想这有时候会形成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 针对金融这两个股 我们在今天多花一点点时间 跟各位强调 分享这个操作观念 你跟你卖错 我们在前天有分享各位这个卖点 那问题说 昨天预告各位 买点 又要出来 为什么要出来 我想这个空房力道 没有办法去做延续 说不下去 它又直接 空房又做收敛 收敛之后 买点又做一个产生 在155块钱 讯号一到 你这根据讯号的动作 155块钱买点一到 今天立马锁住涨停 锁住涨停 那另外针对这个4919 这个新唐 我想我们在昨天节目 都有跟各位做分享 我们在昨天 151块半已经率先做一个买进 那买进去我想针对新唐 买点讯号产生在151块 151块钱 我们在昨天也都有直接给各位做分享 那我想针对新唐的部分 今天差一档 差一档就要攻涨停 已经股价已经来到170块钱 短短两天而已 已经拉到快接近20块钱的价差 各位不用多 一张你就赚了快接近2万块钱 那当然话 今天差一档涨停 一样持股做一个续报的动作 基本面状况依然都全面性蛮机忧 去年EPS是1.83 那今年单单上半年 一样比去年成长 上半年就比去年一整年还要更多 那上半年的年增率是超过一倍 1.56倍 1到7月份的营收 年增率 年增率做MCU的 微处理器的 一样新唐 年增率每个月都是好几百% 284% 两倍多营收成长的一家公司 如同刚刚跟各位讲的惊鸿都是一样 这个电子标签 全面性的一个大缺货 我讲这个都会造就 他们的相关营收获利 都会形成一个叫磁性延烧 那毕竟这些个股在前一个普代 已经整理过后 当然的话 这个都会是各位你的机会点 6494 97 一样做这个消费性IC MCU的97 买点在153 一样 今天最多最高大概要涨的 大概5% 6%左右 收盘是涨了4块钱 全面性大涨 创意买点在426.5% 今天也创高来到这个449% 收盘收在446% 涨了13块半 全面性的一个大涨 我想这一个股 我们分享各位 事先做个分享 我想不管各位 你自己 你买到哪一档个股 我想结论都是一样 全部都是大赚 全部都是大赚 领养创新 5236领养创新 我想这是2401的领养转投资 一家公司 买点在169 169块钱 今天已经来到178块半 178块半 一样都全面性 事先的分享 我想这一个股 近期股价都有经过修正 拉回 拉回 尤其 基本面形态 仍然是极油 像领养创 去年的获利快接近一个股本 今年上半年 已经赚了6块多 我想这个 一样营收 都是年度成长都超过65% 都是相相不错 营收获利成长的一家公司 领养创新 盛群 一样 买点在126.5% 今天收在129% 虽然涨比较少一点点 问题 全面性 都是涨 都是涨 这是沃老师 我们在昨天 相关分享的这些标的 那针对我想针对4919 这个新唐这档个股 我们在昨天 带进这档标的 因为毕竟这档个股 我们从上个礼拜 礼拜三 一路 给各位做分享 为什么分享 我想最主要是说 新唐在 在上个礼拜 礼拜三 它股价创历史新高 172 来到172块钱 当时高档爆量 高档爆量 那高档爆量 除非一个状况 隔一天 继续做一个滚量 继续做一个滚量 做一个 磁性蓄工 才有可能 化解掉这个大量 等于说 持续性在做攻击 那问题 隔一天 量收到不到一半的量 等于是说 一路做一个衰件 它就会形成一个 往下的一个修正 那这一波新唐 一修正修正到148块半 一拉回 拉回23块半 拉回23块半 那相对我想 这一波这个拉回 一样 到这边一样 到前天 量缩 量缩 一样价稳 价稳 就没有再大跌 回测到 十日均线 就做大量利手 十日均线 做大量利手 那当然我想配合 这个买点讯号 昨天新唐 买点在151 151块钱 做一个出现 那为了说 我们在昨天 这个11点56分 我们是挂这个 151块半 多一档 151.5 去做一个带进 新唐这档个股 买进去的后续 昨天收盘 大概涨了5块 涨起5块 延续到今年新唐 今天是差一档 差一档 就要攻涨停 新唐的部分 一样 后续老化一句 会买一样 无论如何 请各位要会卖 我们的目的无它 买股票 就是为了用 更高的一个价格 来实现 这一趟的一个 价差的一个获利 所以我们一样 买进去之后 一样要请各位 特别特别留意 拉高之后 一样 早卖点 早卖点 97 买点在153 到今天 已经来到163块 半这个都能超过 10块钱的一个获利价差 全面性 敢买你就敢赚 那针对创委的部分 这种标的 我们在昨天盘中 一度跟各位讲 就是说 昨天它依然形成 也叫反弹的一个大量 那大量 我们在136块钱 把这个最后一批的 这个持股已经卖掉 卖掉之后 结果今天又是涨停 那今天这个涨停 我想 我们是基于 像创委这种个股 昨天量包了7万5000多张 它的股本也不过才9亿 全部流通的一个股票 是总共9万张 9万张 结果昨天一天就出来 7万5000多张拿出来做买卖 所以说这个是大量是无庸置疑 毕竟这两种标的 是投信任养的一档个股 硬拉 我想这个就是说 今天继续做一个滚量 滚量的结果 今天做一个续工 那相对我想我们在昨天卖 卖在136块钱 毕竟卖掉创委 当时的买点在101 101也赚了三十几块 那重点说 卖掉创委今天少赚这根涨停 那相对应 我想昨天也是卖在昨天的高点 那等于是说 今天大概差了差不多5%左右 那毕竟我想我们在昨天 一样带进这个新唐的部分 新唐一样差一档涨停 我想这个也不妨多让 这个一样都是持续性的 大赚的一档个股 那重点我想针对创委的部分 一样我们不断跟各位做 强调这个操作观念 高卖低买 高卖低买 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我想都能够带给各位 一趟赚了再接一趟 包括我们在当时 8月4号 8月5号建高 8月4号提早一天 卖性产生在138 我们带各位先避开 这一趟拉回 42块半 8月17号买点产生在101 我们也带进我们的会员 拉高之后 以这个创委在118块半 我们先卖部分的一个出托 到昨天 昨天一样 又产生买点 又产生买点 买点产生之后 继续在今天做一个续工 那相对于我们在昨天是 因为昨天量太大 我们就是要带136块钱 先把这一趟 全部做一个出清 那买点在101 大概赚了35块钱 35块钱 后续今天又拉到涨停 又拉到涨停 那等于说 这档标的 如果你是照讯号做的话 卖掉之后买点产生 你又做买回 你就少赚这一趟 到现阶段持续性延续涨幅 渐行国际 我想这两标题 一样在之前 一样跟各位做强调 会买要会卖 当时买点在59块 拉高 8月25号 卖点在80块8 卖掉之后 我想这个价位 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 会买无论如何 也是会卖 那我们带给各位 想问操作买的这个策略 我们不会带各位去做追价 不要去做追价 你就把握 这叫回撤买点 回撤买点 买讯之后创高 我们找卖点 卖掉之后 股价就往下做一个发展 所以跟我想 这个点续一样都是如此 买讯才能做买 卖讯才能做卖 把这一趟价差 放到口袋 避开这一趟拉回 点续前波这个拉回 拉回62块 拉回蛮深的 这一趟买点就产生在128.5 继续又做一个创高 今天点续已经来到这171块钱 全面性 我想你根据讯号 党党标的 一趟赚完再接一趟 我想这个都是一样 不断不断都是 互制这样子的策略 那相对甚至包括像国区 我们跟各位做分享 底部出大量 这个绝对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如同头部出大量 头部出大量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底部出大量杀到跌停 你不要去乱砍 不要去杀底 如同这一波 一样出大量 后续的展开这一趟 那像国区一样配合买点 在452块半 那国际金额已经来到这492块一张 差不多快接近4万块的价差 全面性 我想这个工具讯号 党党标的都可以提供给各位 买的漂亮 卖的更漂亮 那相当我想我们在昨天之前 也都有跟各位分享一些 你该卖的一些形态 不管是说三柱箱 高档爆料 这个我们就不再做个赘述 那重点是说 针对我想在这个波段 我们带各位去做买进的一个后续 一样老化一续 希望各位会买要会卖 那你也唯有掌握 这个第一时间 我们这个盘中讯息 带进带出这个相关讯息 那的话想跟着卧老师 我们来做个持续性大赚的投赚 一样 你就可以直接来电 或者到我们这个Telegram 点进去我们那个网址 做一个登记的一个报名 那卧老师我们在今天持续性 都有提供给各位这个 这个买二送二在家一流活动 那一样请各位做得好好把握 做个面才会顺利 我们联系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